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目凝器 咱们这期来玩一下神圣军团这个系列的摸的兵种 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是闪着金光的 非常的亮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神圣骑士的战力如何 对面是实名剑士 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身上的装扮是确实非常的帅气 亮瞎眼 打实名剑士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用神圣骑士来单挑一下老国王 两下就看翻掉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神圣祭司 由于他没有什么攻击能力是辅助型的 所以咱们还是用神圣骑士和老国王来PK 看看在神圣祭司的加持下 这个神圣骑士能不能打得过国王 目前还没有挂掉 被砍了很多刀了 谁赢了 咱们赢了 国王还是倒下了 有了祭司的加持 果然这个扛打多了 现在我们把蓝方换上了三名弓箭手 红方这边我们用普通的祭司 先来看一下普通祭司的加剧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神圣祭司来对比一下效果如何 这个神圣骑士他还有闪避的效果 自动触发的 倒下了 好 对方还是三名弓箭手 我们换上神圣祭司 加血的频率是比普通版本的祭司快很多 也就是普通祭司的一个强化版本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拿着长枪的神圣骑兵 看一下他有什么能力 诶 好像也是有闪避的 还比较扛打 马已经挂了 盾牌也能挡一些剑 还能滑行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能力了 也就这样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拿着巨剑的骑士 目前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而且也不是很扛打 拿着双剑的神圣国王 这个是由闪现弹反 攻击还有特殊效果 这就厉害了 这太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圣国王能不能打得赢十名数据 闪现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使了 非常轻松就干掉了十名数据 现在这个金光闪闪的家伙就是神圣巨人 对面是100名士兵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攻击效果 攻击范围还挺大 它是一个无规则状态的攻击效果 反正就是胡乱的锤打 也比较扛打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拿着不同颜色双剑的这个天使 他的攻击的效果 有点像磁雄双剑 对面是十名瓦尔基里 双方开始准备冲刺 好 短冰箱接 哦 有冰冻的效果 哦 蓝色的是冰箭 那红色的肯定是火箭了 咱们来增加一些冰力 好 开战 果然啊 冰火的效果 被埋在下面了 能出来吗 我只能看见这一把火箭 看来不需要出来了 前面咱们演示的都是近战兵种 现在我们来看远程兵种 第一个登场的就是神圣射手 他的弓箭是可以爆炸的 哦呦 爆裂剑 把这个厉害像放烟花一样 太爽了 不停的产生爆炸效果 爆裂剑 接着登场的是神圣狩猎 吕神 哦 这弓箭更加的猛烈呀 黄金剑 太密集了 完全冲不过来 而且他还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 最后一个登场的远程兵种 他的名字叫做天腾之毛 也就是他手上拿的武器是天腾之毛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天腾之毛的效果 哇 简直就是核爆啊 什么都看不清啊 太猛了这家伙 这是这个兵团里面我最喜欢的 这个小伙太厉害了 咱们这期神圣军团兵种的演示啊 也就到这边结束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拉拉队加成以后的天腾之毛的效果 太爽了 这简直就像战争大片一样 完了 这下要误伤到自己了 哦 他这个炸伤以后啊 敌人的身上都有这种 黄金属性的一个炸伤效果啊 还是把敌人全尖了 拉拉队加持以后更加的猛了啊 好的 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